第1051章 敌九出手 原本打算顿走的敌九再次停了下来 猎道令他现在已经不在意 因为他有了一枚 但这枚猎道令绝对不能被龟岩得到 一旦被龟岩得到 那龟岩随时都可以出去 他敌九虽然不算是多有名 在五行宇宙依然是一打听一个准 关键他有老巢啊 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 不过敌九决定出手帮一次编决 不要说对方有几个人围攻 还有困阵和杀阵 就算是对方只有归岩一个人 编决今天也难以讨好 编决自己也清楚 想要冲出这个地方逃进虚空 那是不可能了 往回冲 再次蹲入混沌大陆深处 还有一线机会 这一线机会也微乎其微 哪怕明知道机会微乎其微 编决依然是转身往回冲 混沌大陆对敌九和琐瑟这种新人来说 只要进来了 想要躲避龟岩很难很难 但对编决来说 他有的是办法躲避龟岩 他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日子 并不会比龟岩在这里生存的时间少 关键不是在躲避的问题上 而是他现在进退不得 他现在被困在这个困沙阵中 根本就出不去 敌九感受到编决转身 要撕开困沙阵 心里松了口气 若是编决一心要冲出去 他还真的帮不到 就算是帮得到 他也不会帮 帮助龟岩撕开这个困沙阵 冲出这一方大陆 进入浩瀚虚空后 敌九只能等死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绝对躲不过龟岩 现在编决要再次冲进混沌大陆 敌九自然是有办法 在编决冲到困阵旁边 抬手撕下去的同时 敌九裹住了困沙阵中的 一道关键规则 他修炼的就是规则大道 阵道可不会比龟岩差 因为常年在外面碰见各种法阵 他的阵道比龟岩只强不弱 编决轻松就撕开一道缝隙 编决一正 这困沙阵是假的 跟着他就醒悟过来 无论是真假 现在困沙阵撕开后 他第一要素就是赶紧逃啊 至于困沙阵后面的触发阵 他更是懒得管 敌九毫不犹豫地跟着编决冲了出去 在冲出百里后 敌九落在地上 幻化成了一枚石子 这个时候 他施展规则遁数 绝对可以瞬息消失 龟岩也肯定抓不到他 但敌九不敢冒这个血 原因是 琐瑟说过 龟岩曾经抓出过他们顿走的道则影像 龟岩如此可怕 他顿走的速度再快 也会被龟岩捕捉到空间变化 只要有一点变化 龟岩就知道他进来了 甚至还帮助了编决 编决可以在这里面随意地逃走 他敌九不行 这里他不熟悉 任何地方都可能暴露他 要是琐瑟知道他出来后 不但不逃 反而 化为一枚小石子 肯定会骂他疯了 因为琐瑟眼里的地煞幻 到处都是破绽 这枚石子看起来和周围一样 事实上在强者眼里 就好像一个大灯泡一样显眼 不过敌九不同 地煞幻在琐瑟手中的时候 的确到处都是破绽 到了 他手中 这个地煞幻早已生化 现在他这枚石子和周围的石子 不但外观上毫无两样 就是天地规则 也是没有半点不同之处 这种地煞幻化手段 绝对比他现在远钝 要安全的太多 在编决抬手去撕困杀阵的时候 龟岩心里就是冷笑 编决的阵道他很清楚 想要撕开他的困杀阵 做梦去吧 至少在实习之内 编决是没有希望的 实习时间 他可以重新困住编决20次 斩杀编决5次 所以在编决撕困杀阵的时候 龟岩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而是酝酿了一道大神通 准备一次废去编决的 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 他的神通刚刚激发 编决就撕开了困杀阵 然后逃出去了 这简直 龟岩几乎要疯了 他毫不犹豫地 沿着龟岩撕开的困阵 豁口冲了出去 想要从他眼皮底下逃走 那就别做梦了 碰 让龟岩更要疯的是 他竟然被自己的困阵挡住了 刚才编决撕开的那一道裂缝 凭空消失 就好像编决根本就没有撕开过他的困阵 就这样凭空冲出困阵一般 这怎么可能啊 龟岩疯狂地一拳轰向了困阵 他的困阵被轰得四分五裂 等他冲出去的时候 编决早已消失不见 别看前后只是相差几期时间 几期时间 早已够编决逃得无影无踪了 龟岩没有去追编决 而是转身 对十数名和借强者教导 立即封锁这一方空间 刚才肯定有人帮助编决 否则的话 编决撕不开我的困阵 编决是什么阵道 水平 龟岩再也清楚不过 他说 编决撕不开他的困杀大阵 那编决就是撕不开 道主 就算是有人帮助编决 那或者他们一起逃了 一名白发修士 小心地说了一句 龟岩一摆手 不会 这一方空间 我早已掌控 除了编决顿走的空间波动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空间波动 如果有的 我必定会知道 龟岩自傲 他有自傲的本钱 因为刚才顿走的 的确只有编决一个人 尽管编决顿走的时候 他身后的空间规则变化比较大 那也只是小范围罢了 至于法阵的规则波动 那很正常 编决撕开了法阵 法阵规则不波动 才是不正常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这波动的规则中 有一道不正常 方圆百里范围 被龟岩圈进起来 一道道顶级的火焰 轰了下去 空间中发出一阵阵的噼啪声响 方圆百里空间中 不要说各种法阵阵齐 就是各种天地规则 也被龟岩的火焰 燃烧得出现裂痕 此刻笛九心里是 暗自心惊 他觉得自己刚才弄错了 他应该跟着编决 在外一百里才停下来的 现在 他几乎就在龟岩圈进的 空间边缘所在 只要龟岩再往外圈个集里 他就会处于 龟岩圈的空间中 龟岩的这种火焰 简直可怕到极致 他笛九倒是不惧 大不了 让这王八烧一下 只要他借助天地规则 变换努力 和周围的空间规则 融合在一起 那就不会被龟岩发现 可是缩色这家伙怕 龟岩的这种恐怖火焰 笛九不敢保证 缩色不会冲出大道无痕 说不定缩色这家伙 还以为他想要炼化大道无痕 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动静 一旦缩色怀疑他 而有异动 那龟岩百分之百的会被发现 就算是缩色忍得住不出来 他在这种火焰当中 也是危险的很 稍微一点点规则 波动和周围不同 就会被龟岩发现 足足过了半炷香时间 龟岩抬手收走了 火焰 脸黑得犹如墨汁一般 他已经肯定了 这一方空间没有人 这说明刚才编绝逃走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 而是编绝之前藏桌了 道主那边 绝很有可能隐匿了实力 这次暴露了出来 龟岩身边那好像影子一样的女子 开口说道 龟岩点点头 我倒是小看此人了 幸好将此人留在了这里 没让他出去 这人心机如此深沉 一旦出去 将来必定是一个大祸患 宣桥 你立即将这一方大陆的护震 激发 在没有抓到编绝之前 不允许开启大震 其因 关于激发护震的事情 你帮我去向那几位解释一下 第1052章500年 道主 这样一来 那敌九岂不是 宣桥担忧地说道 龟岩一百首 敌九的事情 以后再说 这人很奸诈 很有可能不敢进来 倒是编绝 我小看他了 所以 我不会让他逃出我的视线之外 还有一句话 龟岩没有说 一旦编绝逃走了 那他想要离开这一方宇宙 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别看这一方宇宙的混沌气息 每天都在极度地消耗着 可是想要彻底消耗光 那还早的 哼 敌九耐心地 等了足足三天时间 确认道主离开后 这才再次化为一道 道则融入空间溜走 等到离开远处数万里之外 敌九这才施展规则顿数 规则顿数 一施展 短短时间 敌九就消失在亿万里之外 就是这样 敌九依然是急顿了数天 这才在一方 到处都是冰雪的平原处 停了下来 然后叫出了缩色行者 敌九 心里也很是钦佩 缩色行者这家伙 可真是有耐心啊 换成他的话 被缩色行者这样带着数天 他可不大放心 至少神念会悄悄渗透出来 可这么多天中 色行者不要说神念 就连波动都没有波动一下 敌道有这么多天才让我出来 中途应该是出了一天问题吧 缩色行者一出来 就笑盈盈地说道 敌九叹了口气说道 只能说运气不好 我还没有离开 那个龟岩道主的困杀阵 龟岩就再次返回来了 我只能躲在一边待了几天 确认那道主离开有 这才赶紧顿到这里来 至于边角和猎道令的事情 敌九没有提 缩色行者对敌九一抱拳说道 敌道有 多谢你了 地煞患留在你手上是对的 留在我手中 的确是明珠蒙尘了 我打算寻找地方 去修炼一段时间 不过离开的时候 还希望借助敌道有的手段 帮我一把 敌九有一枚猎道令 缩色行者是知道的 他想要从这里离开 就要借助敌九的猎道令 敌九淡淡说道 缩色 咱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要是论起关系来 当初我杀无量公主的时候 你阻拦 我们还有一些见习 再说了 我帮你后 等你出去和杜布联手对付我吗 缩色行者正色说道 敌道有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你啊 现在我们同甘共苦了一段时间 我自然是站在你这边 当然若是你和杜布打起来 我肯定是两不相帮 还有 我希望我们能互相留下通讯讯息 这样的话 一旦那个狗屁盗主过来 我们可以联手啊 敌九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拿出通讯猪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留下通讯讯息吧 他和缩色没有什么大仇 最担心的 就是自己 在对付杜布的时候 缩色出手帮忙 缩色 现在的实力就不会比他差 甚至还要略微强了那么一点点 若是缩色跨入造化镜的时候 那实力有多强大 在这一方混沌大陆 缩色能修炼到什么程度 敌九可不敢保证 对付一个杜布 敌九都感觉到有些吃力 再加上一个缩色 他还要不要好好的活下去 缩色行者大喜 赶紧和敌九交换了通讯猪 然后迅速的顿走 这个地方混沌气息浓郁 天地规则清晰到随手可抓的地步 他拿出地煞换 为了什么 不就是要在这里修炼吗 现在进来了 哪里还有时间和敌九在这里聊天 他不是很清楚敌九的具体目的 若是知道的话 也许他直接去向归岩高密 四处通缉敌九了 缩色行者离开后 敌九也是选择了一个方向 迅速顿走 他没有远离 而是进入了这一方血缘深处 在这一方大陆 混沌之气到处都是浓郁到极致 生存在这里的修饰 估计没有几个选择在这里来修炼的 他现在就留在无边血缘修炼 是最佳场所 敌九在大血缘深处 开始闭关修炼后 才真正明白 自己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修炼到造界境 是多么的不容易 跨入第三步后 不但要对天地道泽的感悟 极为清晰 同时对天地元气的要求 也到了一个几乎苛刻的地步 敌九怀疑 如果他不进入这个地方 想要和解 恐怕需要多少个万年 去煎熬 这中间还不能因为太急 造成自身道泽混乱 此刻他在这种混沌元气 取之不尽的地方修炼 也只能感受到不断进步 却感受不到境界在提升 他就好像一个水桶 一个没有底的水桶 在这里装水 虽然装水的速度越来越快 敌九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装满 哪怕敌九在外围布置了 一道又一道的引灵大阵 可在敌九修炼的时候 那无穷无尽的 混沌元气席卷过来 依然在血缘深处 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 混沌元气漩涡 到了后面 敌九修炼的这一方血缘空间 宇宙规则几乎凝成了实质 敌九疯狂地吸收混沌气息 以最大程度地 让自己的根基显得坚实 数百年时间 对凡人来说 是几个轮回了 对敌九来说 似乎只是睁眼闭眼一下 然后就已经过去 虽然敌九很渴望继续在这里 再修炼个数万年 他很清楚 自己不能继续修炼了 在这里修炼了将近五百年时间 他比谁都清楚 这里的混沌气息变化 有多可怕 如果他是现在刚刚进来 他会和五百年前一样 觉得 这里的混沌气息 实在是浓郁到了极致 在修炼了五百年时间后 敌九清晰地感受到 这里的混沌气息 已薄弱了一个层次 他若是还想在这里 修炼个数万年 恐怕这里的混沌之气 不需要他来释放 早就和外界宇宙差不多了 唉 来得太晚了点 敌九叹了口气 要他能来早个一万年时间 他现在也跨入和界境了 现在他想要跨入和界境 恐怕还需要将近万年时间 这还是在这混沌大陆里面修炼 就算是他才修炼了几百年时间 他的实力比起刚进来的时候 也是天差地别 敌九还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施展 岁月三章机的第七刀 他肯定现在的他在和当初的缩色斗 他不用第七刀 就可以压制住缩色行者 当然 敌九也清楚 这几百年时间过去 缩色的实力肯定也是跨了一个大档次 但要说缩色跨入造化境 敌九怀疑缩色办不到 不但是缩色办不到 就算是其余的人也很难办到 他修炼的是规则大道 在这里修炼了一段时间后 就明白这里的规则有多大的缺陷 他甚至怀疑那个道主 是不是也没有跨入造化境 若是 那个道主并没有跨入造化境 那他见到那个道主 倒是不需要再逃了 至少可以站一番 叹了口气 敌九收起了所有的正气 他要离开做事情了 有的时候 敌九真的想不去管别的人 继续留在这里修炼 直到和戒为止 可他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将这里的混沌之气 全部释放出去 然后破开混沌门 融合整个五星宇宙的规则 不是他有多伟大 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 第1053章 在于编决 敌九去过浩瀚混沌 见识过其余宇宙的强者 他有一种预感 将来的战斗是宇宙大战 若是五星宇宙的实力 弱到一定的层次 哪里有资格 在浩瀚混沌中生存下去 五星宇宙都不能生存了 他敌九能力外 用一句话说 那就是 覆巢之下 岂有完卵 若是他敌九逃出五星宇宙偷生 那他也不会修炼到今天的地步 敌九跨出修炼了数百年的地方后 突得愣住了 距离他不到万里的地方 居然有一个冰雕 因为他在这里修炼了数百年 方圆数万里的积雪都融化了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地带 那个冰雕居然没有融化 同时也因为周围的积雪都融化了 这个深埋在血缘深处的冰雕 显露出来 敌九一步就来到了这个冰雕旁边 这是一个女人 如果不是毫无声息 这个女人的美 甚至不下于曹西 不过比起曹西的那种完美 这个女人的美 让人看了 有一种含义 这不仅仅是 因为这个女人一直被冰寒锁住 而是因为这个女人 美得很是诡异 就好像一张皮 包裹着没有灵魂的肉和骨头一般 从头到尾都 透露出一种寒冷的气息 敌九摇了摇头 她猜测 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个死人 所以她才有这种感觉 不对啊 如果真的是死人 她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周围的冰雪都花了 这个女人 不会还是一具冰雕 敌九的神念 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以她现在的实力 下一刻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 被人下了顶级的冰寒 禁绝禁止 这禁绝禁止 就是以这血缘的冰雪规则为基础的 只要这血缘的冰雪不融化 这个女人 就永远会被冰冻在这里 一旦这血缘的冰雪融化 或者是这个女人 被触碰过 那这个女人 将很快化为虚无 敌九叹了口气 这也和她有关系 若是她再修炼个几百年下来 这个女人肯定不会有了 下这种禁绝禁止的修饰 绝对是一个顶尖的强者 哪怕是敌九修炼的规则大道 若是她刚刚来这里的时候 遇见这种事情 她也解不开这种禁止 现在敌九的实力 早已不是当初 进来的时候可以相比 况且 她在这里修炼了五百年时间 对这一方大陆的规则理解 也算是透彻了 不管这个女人 是因为什么被人禁在这里 敌九觉得自己 都有义务帮一下 毕竟这事情 也是因为自己而起 敌九抬手间 就是无数道法则正气刻画出去 然后一道道道则 落在这个冰雕身上 配合法则正气 在这冰雕所在的空间 形成了一道道 全新的天地规则 仅仅是半竹箱时间过去 这个冰雕周身的冰 就迅速地融化 女子的身体 也迅速地从僵硬 变得柔软起来 敌九不等这女子倒在地上 再次拍出数千道道运 这些道运法则 落在这女子身上 这女子体内 仅有的一丝生机被激发 随即敌九抓出 树莓丹药丢了过去 其实在这种地方 到处都是浓郁的混沌气息 只要有一口气息 这个女子就有办法活下来 现在敌九又加了树莓道丹 在这混沌之气的浇灌下 这女子的生机 很快就恢复过来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这女子睁开了眼睛 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随即目光落在敌九身上 你没事了吧 敌九问了一句 女子迟疑了一会 忽然问道 这周围的血融化了 你救了我 敌九笑了笑 没错 的确是我救了你 敌九连对方 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 都没有询问 她不想再多事 尽管她知道自己 已经多事了 女子敬意不已地盯着敌九 两久之后 我是谁 敌九点点头 我是谁不重要 就此别过 连后会有期敌九都没有说 迅速地顿走 在她离开树西后 背后传来那个女子的声音 我叫阴千五 多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你一定要注意 温公腾 你解开我的禁止 见到她的时候 她肯定有感应 敌九在这短短时间 已经是冲出了这一片冰雪平原 她听到了阴千五的话 说实在的 她还真的没有在意 温公腾能下这种顶级禁决禁止 显然是一个绝世强者 不过她解开的 法则禁止 还能背下禁止的人察觉 那她这些年修炼规则大道 就是白练了 她宁愿的宇宙世界 也算是白宁了 离开雪原后 敌九的目标很是明确 她第一要研究的是 这个大陆的护震 要释放这里的混沌之气 就必须破掉这个护震 别看这个护震 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开 但是这个护震的震机 绝对非同寻常 这里的混沌之气 都被震机压住 这个震机 和整个大陆的护震连环向扣 只要震机还在 这里的混沌之气 就不会散移 敌九要做的 就是先研究 透这个大陆护震 然后找到震机 她给自己定下的时间是百年 若是百年时间 她还没有进展 她将会用蛮横手段 直接轰碎这个护震 百年时间 足够她布置下 无穷无尽的法则震齐了 在强悍的护震 在这么多法则震齐构建的 爆裂大震下 也会被轰碎 混沌大陆 和敌九之前 见过的所有大陆都不同 这里没有修真城市 也没有方式 这个地方人很少 地方很大 资源丰富的 不能再丰富了 几乎随处都可以看见 顶级的材料 神灵草 甚至各种稻果 除了最初旧的 那个阴千五之外 敌九在这一方 大陆真正转用了 几个月时间 各种神灵草 矿石 采集了一大堆 却没有遇见一个修士 不要说修士 这几个月时间 她甚至没有看见 一间正儿八经的修炼 洞府 可是今天 敌九却有些惊讶了 她不但看见了人 还看见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 似乎正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一路上走走说说 敌九因为不是这里的修士 还想破掉这里的护震 所以她并没有打算跟踪上去 而是想换一个方向 继续寻找这个 大陆护震的蛛丝马迹 但其中一个人的说话声音 让敌九改变了主意 若是她没有听错的话 刚才说话的那个家伙 应该是边角 这让敌九心里大是钦佩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在龟岩手中逃出了一命 肯定是有多偏僻 就躲到多偏僻 没想到 编局不但没有躲 反而公然出来 在这里和人聊天 各位 前面就是千坛山庄 我听杜庄主说 这次有一块西壤 其中一名麻衣修士随口说道 远处躲在一边的 敌九听到西壤两个字 心里一震 西壤有多珍贵 这些家伙 竟然随口说出来 那口气 似乎也只能算是好东西罢了 若是她有西壤 她有把握在一年之内 四人同时盯着她所在的地方 语气不善 不仅如此 四人已经自动分散开来 锁住了敌九所能逃顿的四方空间 第1054章 多了几个朋友 敌九连忙走出来 抱拳说道 各位道友 我叫敌九 刚才只是路过这里 偶尔听到各位说起 嘻嚷 心里很想见识一下 所以冒犯了各位 还请见谅 一出来就主动报名 还将自己的姿态摆低 四人没有回答敌九的话 只是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敌九已经从周围的规则 波动中感受到了四人的传音 她很是无奈 这四人传音的意思是 干掉自己 四个和解强者 敌九就是打得过 也不打算和这四个人动手 况且她还想吸让 来着 若是和这四个人动手 想都不用想 吸让是没有了 还有就是 她都有了归言 这样强敌 还要再数强敌 那她疯了差不多 敌九不等这四人动手 直接说道 边角道友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并没有因为敌九认出了边角 四人就不动手了 哪怕敌九说出了边角的名字 四人依然是围了上来 敌九只好传音给边角 边道友 当年你被归言困在大阵中 若不是我帮你撕开困杀阵 你恐怕今天不能站在这里吧 你这人也太不够意思了 不但不敢谢一句 还和你的朋友 想要干掉我这个恩人 是你 边角激动地看着敌九 当年他怎么逃出来的 到现在为止 他都还想不通 他只知道 当时肯定有人帮了他 可是那人到底是怎么帮助他的 他完全不知道啊 没想到这个困扰他几百年的问题 现在被一个陌生青年揭开了 和边角一起的三名修士 都是停了下来 然后看向边角 边角 你认识 这人 本来惊喜的边角呼得再次顿主 皱起了眉头 敌九的修为和实力 看起来并不怎么样 为什么能救下他 若他不是敌九救的 那敌九能知道 这些只有一个 可能啊 敌九是归言的人 当初除了他自己心里清楚 有人救了他之外 归言一样清楚啊 想到这里 边角对其余三人说道 你们等我一下 因为当时我和敌九 结交的时候 大家并不知道身份和容貌 我和他先聊几句再说 边凶请便 其余三人一看 就是边角的朋友 听到边角的话 没有任何人反对 只是略微站远了 一点 神念都是关注着敌九 只要敌九敢逃走 他们保证 会在第一时间出手阻拦 敌道友 当初边某的确是被人相救 可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的修为 应该才刚刚跨入造界境吧 这么敌的修为 想要在那种情况下 救我 我有些怀疑 边角盯着敌九 将自己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 敌九微微一笑 当初边凶是无处可逃了 我看见边凶打算撕开困杀阵 虽然边凶震道也算是不错 不过我估计 边凶应该是撕不开的 所以我随手帮了边凶一下 让边凶撕开了困杀阵 你帮了我一下 边角皱起了眉头 如果说敌九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躲在他的身边帮他一下 那他会马上动手 因为在他看来 没有人能在龟岩和他的 眼皮底下躲着 还是躲在龟岩的困杀阵当中 甚至帮助他 撕开了龟岩的困杀大阵 敌九是真的如边角所想 他就躲在边角旁边 但是他回答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回答 而是说道 边凶 你知道龟岩布置的那个困杀阵 是对付谁的吗 你以为是对付你的吗 其实并不是 你不会说 那是对付你的吧 边角心里都有些冷笑了 以龟岩的实力 对付一个造借镜蝼蚁 还需要借助困杀大阵 敌九点点头 无论你信不信 那个困杀大阵 的确是对付我的 因为我不是这一方大陆的修士 我来自混沌门之外 龟岩要杀我 是因为龟岩的那一枚猎道令 被我弄来了 说完 敌九随手拿出猎道令 在边角面前出事了一下 边角激动起来 他有一枚猎道令 他肯定敌九拿出来的 就是真正的猎道令 这个时候 他已经有些相信了敌九的话 难怪龟岩不惜一切代价 要抓他 原来龟岩的猎道令丢失了 我的阵道水平还可以 在龟岩布置困杀阵后 我偷偷地在龟岩的困杀阵中 布置了一个小后手 我的后手 本来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做打算的 没想到 当时你闯进了那个困杀阵 我看不惯龟岩 索性出手帮了你一下 不过也因为帮你 我的后手没了 到现在为止 我都被困在这个地方 进出不得 敌九胡扯八道地说道 他的天煞 换算是他压箱底的东西 哪怕边角也是龟岩的敌人 他也不会将这种事情 告诉边角 边角急切地问道 那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敌九说道 其实当时我就在距离你百里之外的地方 我有自己的一套隐匿功法 龟岩没有觉察到 我相信你 边角说完后 对敌九一功深 敌兄 多谢你救了我一次 那次 若不是你救我 我恐怕已经落在了龟岩手中 你放心 只要我边角不死 总有一天 必定会打破这个护战 带敌兄离开这里 他之所以相信敌九 是因为刚才敌九躲在一边 他们四个就没有发现 若不是 如敌九说的那样 他们这边有人说 吸让 让敌九暴露了气息 恐怕敌九根本就不会被他们察觉到 边角是真的感谢敌九 那一次他 要是落在龟岩手中 那是 生不如死啊 敌九连忙摆手说道 边兄 我们的对手都是龟岩 自然应该同心协力 至于如何离开 我倒是有一些想法 这等以后再说 边角想要离开这里 敌九 已经打算将边角拉进来 一起对付龟岩 敌兄说的不错 等空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的聊一下 来 我先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边角说完 对另外三人招了一下手 三人见边角和敌九 似乎真的认识 都是走了过来 边角指着三人说道 敌道友 这三位是我最好的朋友 没有我这几位朋友帮忙 我就算能逃掉龟岩的围杀 也不会和现在这样 轻松自在 陈炎 修炼的是枪道 敌道友 若是对枪道有兴趣 倒是可以和陈兄交流一下 忽目记 是一株开天神目得道 为人很是仗义 雷落之 你看起来很寻常 其实他的雷系手段 比龟岩也不会差多少 介绍的同时 边角又是介绍了 一下敌九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他本来就只知道 敌九的名字 还有就是敌九自己说的 来自混沌门之外 迭得一概不知 敌九也看出来了 陈炎的枪道如何 他不知道 他周深道 则带着一种灵力杀意 应该是一种 若有若无的枪意气势 忽目记正如边角介绍的 或者他的名字一般 皮肤就好像聚开的木头截面 有一种淡淡的年轮 雷落之最为寻常 丢在人群中 好像一个老农民一般 没有半点特殊 敌九却感觉 这个家伙才是最危险的 也许这家伙的实力不如龟岩 但这家伙的战斗力 绝非寻常 第1055章 龟岩的修为境界 陈炎孝宜宁的问道 敌道友对西阳有兴趣吗 敌九赶紧点头 是的 这东西 我必定要得到 这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说的 生死存亡 指的是整个五星宇宙的生死存亡 如果找不到西阳 他自己也不确定 什么时候 可以破开这一方大陆的护震 无法破开这一方大陆的护震 他就 没有办法释放这里的混沌之气 混沌之气 关系到五星宇宙修饰的实力强弱 若是真的有一天 宇宙大战发生 这就关系到生死存亡了 边角等人以为敌九说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 特别是边角 敌九救了他一命 他绝对不能不出手 帮助敌九 不等其余几人说话 边角就说道 这西阳是千坛山庄杜平扇的 杜平扇 此人我知道 他这次拿出西阳 绝对不是为了吸引几个人来 而是想要 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 无论如何 我也要出手帮一下敌兄弟 陈妍说道 这恐怕很难 西阳这东西 谁不想要 杜平扇 更是无力不起早的家伙 他在宣传出去 西阳 我怀疑 很有可能是为了五星珠 敌九听到这里心里一沉 若是杜平扇为了五星珠 他可没有本事交换到西阳 我们先去看看吧 实在不行 到时候再说 边角一摆手说道 所有的人都明白 边角的道时候再说是什么意思 那是等谁交换到了西阳 再去拦截交换到的修士 至于拦截道后 怎么弄到西阳 大家是说理还是斗法 都是看情况了 敌九没有说话 这件事 可不是关系到他自己 而是关系到五星宇宙 五人一路走一路聊 敌九询问边角四人 关于混沌大陆的一些情况 而边角等人 也详细地询问了 敌九混沌门之外的宇宙 一番什么情况 虽然敌九说的 还比较简单 但除了边角之外 其余三人 也有了想要一起出去的想法 在这个地方 修炼的确是畅快 可人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故事也太少了 一个修士 可不仅仅只要会修炼就行的 千坛山庄并不是很远 几人走得并不快 半天时间 敌九的神念中 也出现了千坛山庄的影子 前面就是千坛山庄了 最好是龟岩 这小儿今天也来 这个地方可不是他的地盘 沉言黑黑一声 语气中带着杀气 敌九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赶紧问道 几位道友 那龟岩是不是已经跨入了造化镜 本来谈话很是热烈的私人 因为敌九的话沉默下来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 边角才叹了口气说道 传闻龟岩已经跨入了造化镜 不但是龟岩跨入了造化镜 在这一方大陆 还有另外几个人也跨入了造化镜 这也是龟岩 这小儿敢自称道主的原因 而我们几个都是多年前 就和解成功了 可是造化镜却是遥遥无期 唉 边角叹息的意思 其余几人都知道 如果他们也跨入造化镜了 哪里还惧怕龟岩 龟岩竟然真的跨入造化镜了 敌九微微皱眉 难道他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 不用担心 龟岩就算是跨入造化镜了 也不敢再千谈山庄 嚣张 千谈山庄的庄主杜平善 虽说只是半步造化 此人的实力非常可怕 龟岩不过是一个盗主罢了 还不能在这里一手遮填 边 绝见敌九皱眉沉默 拍了一下敌九 他担心敌九失去斗志 敌九修为不行 实力肯定一般 然敌九的震道很强 绝对是对他们的重要补充 不对 敌九突兀说道 什么不对 边角四人都是压抑的看着敌九 敌九吸了口气 我说龟岩跨入造化镜不对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龟岩应该还没有跨入造化镜 为什么 敌九的话太过离谱 边角四人都停了下来 看着敌九 龟岩没有跨入造化镜 他敢这么嚣张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敌九缓声说道 第一龟岩 如果真的跨入了造化镜 他就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仅仅是混沌之气 浓郁到极致罢了 这里还是最佳的修炼地方 龟岩跨入了造化镜 想要在这里巩固修为 也是正常的 这次说话的是忽木计 因为他的想法 就是和龟岩一般 想要跨入造化镜 然后在这里巩固修为 再离开这里 敌九点点头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不对 造化镜是什么境界 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凭空一侧罢了 但是我认为 跨入造化镜后 巩固修为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去完善自己的世界 这绝对不是一回事 还有 这里并不是最佳的修炼地方 至少在和解之后 这里不是最佳的修炼所在 边角等人都认真起来 他们都是看着敌九 希望敌九说出 更能让他们幸福的理由 若是龟岩真的没有跨入造化镜 那龟岩之前的一切 就是在虚张声势 你凭什么说 这里不是最佳的修炼地方 连不说话的雷洛之 也有了一些不渝 如果这个地方 都不是最佳的修炼地方 那没有任何地方 是最佳修炼地方了 这里天地规则清晰的 随手可抓 混沌气息浓郁的 可以洗澡 敌九嘿嘿一笑 这个问题 我等会回答 我先说 一下我的猜测 假如龟岩跨入了造化镜 那当初我就救不了边凶 造化镜的世界规则 应该超出了 这一方大陆的规则等级 既然超出了 这一方大陆的规则等级 那我无论如何隐秘 在龟岩的眼里 也是无所遁形 所以 你也没有跨入造化镜 你并不知道造化镜的层次到底如何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这里的天地规则 比造化镜低了 陈言陈生说道 敌九点点头 现在我来回答雷兄的问题 我并不知道 造化镜的层次到底如何 可是我修炼的功法 和宇宙规则有关系 所以我知道这一方大陆的规则 其实并不完善 一个规则都不完善的大陆 怎么可能是最佳的修炼所在 然而造化镜 应该是要完善自己的世界规则 你不完善自己的世界 规则 你怎么造化 一个规则都不完善的大陆 怎么可能 让你完善自己的世界 你说 我们所在的大陆规则不完善 这次所有的人都盯着敌九 几乎齐声问出 声音都带着一些急切 他们躲在这里修炼了这么多年 付出了这么多 结果敌九来说一句 这里的宇宙天地规则并不完善 这不是完善吗 再说了 一个天地 规则不完善的大陆 有那么多人 可以跨入第三步 这片谁啊 敌九知道编决等人的想法 他说道 我肯定这里的规则不完善 你们能修炼到这种程度 甚至比混沌门之外的修饰更强 不是因为天地规则完善 而是硬生生地 用清晰的天地规则 和浓郁的混沌之气堆积起来的 敌九 抬手指住了其余人的继续询问 用更加肃然的态度说道 我曾经离开过五行宇宙 离开五行宇宙之后 我才知道 五行宇宙的修饰 比别的宇宙修饰弱 后来我遇见了 龟岩的手下宣桥 然后我进入这一方宇宙后才知道 五行宇宙被混沌门 分开成为两部分 这两部分 一天不融合在一起 五行宇宙的规则 一天就不完善 无论是混沌门之外 还是我们所在的混沌门之内 第1056章 敌九拿出来的东西 编决四人面面相去 好一会沉言才说道 我感觉敌兄弟说的话是真的 这里规则真的不全 那龟岩也没有跨入造化镜 我们一起杀出去 雷落之眼没一条 历生说道 留在这个地方修炼 除了看中了这里的修炼条件 还有什么 现在这里根本就不适合 和戒以上修士修炼 他还继续留在这里做什么 忽目记摇了摇头 虽然我也想这样干脆点 可我清楚 我们几个杀不出去 大家再次沉默下来 哪怕龟岩并没有跨入造化镜 他们四个人也杀不出去 不说龟岩自己身边 就有一大堆的强者 龟岩的阵道 更是这一方大陆的第一人 这里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和龟岩有一些联系 敌九松了口气 这就是他要的 一个人对付龟岩 实在是利有不逮 现在多了几个人 他有把握轰开 这一方大陆的护镇 几位老哥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敌九开口说道 敌兄弟 你有办法 编决连忙问道 敌九点点头 我的办法要说起来 不是一句两句的事情 现在马上要到千坛山庄了 我的这个办法 也和戏壤有关系 等我拿下戏壤 离开千坛山庄后 我再好好和几位老哥 聊一下我的想法 好 维洛之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帮你弄到西啊 千坛山庄的 气势并不是多宏大 这里却是占据了 所有修道者洞府 都想要的好地方 进入山庄之前 就是一大片 至少万亩的聚灵神竹 敌九心里很事无语 在这一方 大陆到处都是浓郁到 极致的混沌气息 千坛山庄 还要用这么多的聚灵神竹 真是糟蹋东西 进入山庄后 是一个巨大的神灵泉湖 灵泉湖上神灵气息环绕 看起来犹如不在尘世之中 在这环绕的神灵气之间 是九屈木狼 五人沿着九屈木狼 跨过神灵泉湖 才是千坛山庄的正门 欢迎几位贵客远道而来 敌九五人 刚刚走进大门 门口一名童子 就是高声畅吟 边角走在最前面 敌九等人 跟着边角进入大门后 是一条星域通道 走过这一条星域通道 几人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大殿 这一路走来 敌九的神念早已观察过 周围 这里有很多触发禁止 除了触发禁止之外 还有九级防御神阵和困杀阵 以敌九的阵道来说 这里的困杀大阵 对它没有什么威胁 一进入大殿 敌九就看见这大殿两边 至少做了四五十名修士 敌九的目光扫了一下 心里就是一领 这里四五十的家伙 全部是第三步 一半和界强者 还有一半是造界境强者 敌九心里是暗叹 他忽然想起了猪圈 这个大路真是一个猪圈啊 任何人待在这里 哪怕是一条猪 也能修炼到第三步 这已经和资质以及领悟 毫无关系了 常年被这种浓郁到极致的 混沌之气浇灌 道果随处都有 不用修炼 说不定都已经是第二步 更不要说这里的人 除了修炼没有别的事情干 边角 没想到你还赶来这里 有种 看见边角几人进来 一名黑虚男子 黑黑一声 讥讽了一句 边角哼了一声 我边角是不是有种 还轮不到你记红 啰嗦 说完 边角直接走到一个座位前 坐了下来 陈妍几人也都跟着边角旁边坐下 敌九坐在了最后 咦 今天竟然有一个生面孔啊 一名女修看见敌九后 惊疑了一声 边角一抱拳说道 这是我心结石的朋友 他并没有说敌九的名字 不过这里的人也不在意 敌九就是了 如敌九这样 看起来似乎刚刚跨入 第三步的修士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几人坐下 很快就有人端来了道果和道果酒 敌九吃了一口道果 心里感叹 这些东西在五星宇宙 都是被拍卖的东西 现在却拿出来随意的招待人 果然是人到了一定的层次后 曾经疯狂追求的东西 现在都是唾手可得了 熟悉的修士开始闲聊 讨论着谁的实力又上涨了 谁又可能跨入造化镜了等等 在讨论的过程中 不断有修士进来 直到两个时辰过去 一名身穿青色星空袍的中年男子 这才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 坐在了主位上 让各位朋友久等了 多谢各位道友今天赏脸 来我千谈山庄 我杜平扇不胜荣幸 中年男子笑容满面地说道 杜庄主客气了 我可是听说 今天会出现一枚造化心惊 一名修士哈哈一笑 附和了一句 杜平扇没有直接回答 有还是没有 只是说道 这次绝对不让大家失望 就是 至于具体会出现什么宝物 大家拭目以待 敌九一直在打量杜平扇 这家伙的实力 应该是比边角强的 不过也肯定没有跨入造化镜 至于是不是半步造化了 敌九自认还看不出来 就在敌九还在 想着杜平扇的修为之时 杜平扇的目光 确实落在了敌九身上 这位道友 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边角连忙说道 是的 这是我朋友 我今天带他来这里 见一下世面 说话的时候 边角已经暗倒糟糕 他竟然忘记了 千谈山庄道义会的规矩 当有新人来的时候 第一个拿出东西 交换的是新人 没等边角传音给敌九 杜平扇就 哈哈一笑 欢迎这位新来的朋友 我千谈山庄的规矩 你应该也听说过了 每次到议会 如果有新人的话 新人先拿出东西交易 这是我们千谈山庄 对新人的欢迎 杜平扇没有询问敌九的名字 估计是敌九的修为太低 还不值得他询问名字 边角没有告诉自己啊 敌九看见边角尴尬的样子 当即就明白过来 他站起来一抱全说道 边兄已经和我说了 作为一个新人 我自然应该抛转引玉 我的东西是一朵火焰 听到敌九说 是一朵火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将目光 落在了敌九身上 很多人的眼光 带着炙热的激动 敌九心里暗自冷笑 等会我拿出火焰来 你们就不会这样激动了 他今天来这里 不是为了交换出去 自己火焰的 他是听说西啊 然后才过来 敌九随手一张 一朵弹红带灰的火焰 出现在他的手心 各位道友 这是一朵虚空灰烟 我偶尔得到的 虽然等级不高 却也是一朵天火 这朵虚空灰烟 还是敌九当初 在四方先路的天幕坑得到 虚空灰烟还是鲜艳 在敌九看来 这朵火焰在外面 虽然是好东西 可这个地方 应该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了 让敌九没有想到的 是 他的火焰一拿出来 几乎每一个人 都双眼通红地盯着 敌九手中的火焰 那种目光 就好像恶狼 看见了一头肥羊一般的渴望 敌九心头一转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暗道不好 第1057章 杜平川得很 天地火焰 在五星宇宙都不多见 在这个地方肯定更少了 而且 火焰的价值高低和等级 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 或者说对这里的 强者来说 火焰等级越低 反而是越好 它先入为主 感觉到这里的好东西太多 所以随手拿出了自己的火焰 实际上这里面好东西的确多 可这不包括火焰啊 相反来说 这里面让火焰晋级的东西 反而是非常多 这样一来 火焰的价值 自然就无限制地拔高了 敌兄弟 你怎么将点火拿出来了呀 这可是无价之宝 唉 编决的传音过来了 可惜的是 编决传音太晚了一点 还未请教道友怎么称呼 不知道道友这朵火焰 想要交换什么东西 敌九一拿出火焰 立即就有人和敌九套近乎了 敌九知道 既然拿出来了 就不能再退缩下去 他一抱全说道 大家叫我子墨就好了 我之所以一开始 就拿出了我最好的东西 那是因为 我想要的东西很珍贵 眨眼时间 敌九就将他这朵 丢在世界一角 几乎从未用过的火焰上 生到了最好的东西 果然 听到敌九说 要交换的东西很珍贵 大家都安静下来 都是盯着敌九手中的火焰 准备听敌九的报价 我听说 这里出现了一块西壤 我想要用这朵火焰 交换西壤 敌九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如果在外面说 要用一朵火焰交换西壤 他恐怕会被人打死 火焰的确是珍贵 可还没有珍贵到 能交换西壤的地步 让敌九惊喜的是 他爆出这个逆天的价格后 众人只是脸色比较难看而已 并没有人站出来 说敌九的报价太离谱了 脸色难看 那只是因为西壤这东西 谁有 敌九的一句话 就将交易目标锁死了 敌九的目光落在杜平扇身上 他听编决说 杜平扇有一块西壤 让敌九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杜平扇没有说话 倒是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说道 子墨 道友 你的火焰的确是难得 虽然难得 岛并不是 多珍贵 如此想要交换西壤 恐怕有些不等价吧 什么有些不等价 这是铁钉的不等价的一万次方啊 咦 等等 为什么杜平扇没有说话 说话的是这个身材矮小的家伙 朋友 可是有西壤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是再拿出更多的好东西 你也交换不去吧 敌九淡淡说道 说话的时候 敌九的神念 一直在观察这个矮小的修饰 他觉得有些古怪 因为这人最先伸头谈价格 你说吧 你最多能拿出多少东西 矮小修饰 问声问气的 再说了一遍 敌九心里此刻完全了然 原来西壤 在这个矮小的修饰身上 不但是敌九了然了 其余的修饰也都明白过来 西壤应该在这人身上 知道内情的修饰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杜平扇和别人 先交易掉了西壤 这才来主持这个交易大会 西壤是杜平扇来扩大影响力的 这家伙 先将西壤交换出去 显然是得到了非同小可的宝物 这矮小修饰 也知道自己的这话说出来 大家恐怕都知道 西壤在他身上 他索性抱拳说道 子墨道友 我叫明取峰 西壤的确是在我身上 你说吧 除了这朵火焰之外 你还能拿出什么东西 来补一下插架 听到明取峰的话 杜平扇眼里立芒一闪 随即就消失不见 敌九看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迟疑了几夕时间说道 我除了这一朵虚空慧眼之外 再加上五行盾数 说话间 敌九又抓出了一枚预检说道 听到是五行盾数 明取峰摇了摇头 心里很是失望 五行盾数虽然不错 却还没有被他看在眼里 敌九的确是没有多少好东西 或者说 他有很多好东西 可他的东西 在这里根本就不值钱 那些盗单啊 法宝啊什么的 在这里就是一个笑话 至于轮回桥 开天笔这些宝物 敌九又不可能交换出去 感觉到明取峰的失望 敌九心里一动 再次说道 我还有一样东西 其中一共有七道 我给你看其中一道 如果你觉得有价值 那我就解开其余的六道 也许是真心想要敌九的火焰 明取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可以 敌九以最快的速度 在一个水晶球中 送入了七道宇宙规则 这七道宇宙规则 是混沌门之外的宇宙规则 这一方混沌大陆 根本就没有 这宇宙规则 和这一方混沌大陆的宇宙规则 互相补充 对这里的修饰修为提升 绝对有好处 这种好处 甚至比在外面 去修炼还要明显 这里的修饰出去修炼 需要自己去 慢慢感悟 外面的宇宙规则 只有感悟到了 才能融合到自己的大道之中 在这一方混沌大陆修炼 还要清晰 明屈风拿到敌酒的水晶球 心里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交换 西壤是他完善自己世界的 明屈风的神念 一送入水晶球随即 就听到了敌酒的一道传音 明道友 你的西壤 应该是杜庄主那里来的吧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 和杜庄主交换了西壤 但刚才杜庄主 听到你要交换西壤出来的时候 他身上有一道杀鸡瞬息而过 我百分之百没有看错 当然信不信由你 听到这句话 明屈风浑身打了个机灵 敌酒感通过这种方式 给他提醒 杜庄扇听不到才是怪事 可他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杜庄扇 却发现 杜庄扇正笑着看着自己 明屈风完全清醒过来 刚才敌酒的传音 杜庄扇没有听到 但他绝对相信敌酒的话 杜庄扇 只是要让西壤在他身上留几天罢了 这杜瓶川可真狠啊 无论敌酒是不是进行心理战术 明屈风知道他太粗之大业了 就在明屈风一咬牙 要直接和敌酒交换的时候 他的神念触摸到了 敌酒的那一道宇宙道 则 当他感受到 那一道宇宙道 则是自己从未接触过的 而且还和他的宇宙道 则完全融合在一起 哪怕他还没有开始感悟 自己的大道 就有了一种共鸣 这是对他大道的补充啊 就是 杜瓶川不会事后寻找他算账 明屈风此刻也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子墨道友 我交换了 这种好事情 他不交换才是怪事 大家都留在这里 主要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吗 而在混沌大陆 修炼到和解之后 想要再提升自己的修为 就是很难很难了 如果敌酒的水晶球后面 六道道则和这一道道则一样 他的实力绝对会提升一个层次 再加上道火和五行盾数 这样还不交换 要什么东西才能交换 好 我帮道友解开后面的禁止 敌酒自然是大血 他也没有想到 这块溪壤 居然没有让他付出先天宝物 就交换来了 实在是太惊喜 敌酒拿回水晶球 帮助明曲风 解开了后面六道宇宙规则的禁止后 正要连同手中的火焰玉剑 一起交给明曲风 交换吸壤的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传来 且慢 第1058章 嚣张的新人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说话的人身上 这是一名老玉 老玉满头白发 脸上的皱纹 就好像新手捏的包子 褶皱 深浅不一 奇丑无比 明道友 我打算用百枚三不道果 交换你的吸壤 如何 老玉的声音 也好像坏了嗓子的乌鸦声音 听起来让人极度的不舒服 敌酒听到这话 心说 这老太婆傻了吗 百枚第三不道果 在外面的确是无价之宝 根本就是得不到的 这里是混沌大陆啊 不要说百枚第三不道果 就算是千枚 恐怕也算不上什么吧 她敌酒 才来这里多久 而且大多数时间都在修炼 路上都捡了十几枚第三不的道果 虽然卖相不咋地 或者是别人丢下不要的 那也算是第三不道果呀 在这里 用百枚第三不的道果 交换吸让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果然明举风 黑黑一笑 奇秀 很抱歉 我决定和这位子墨倒有交换了 说话间 明举风已经将一块用静止 封锁住的玉盒递给敌酒 敌酒 差点笑出声来 这个老树皮还叫秀 这是真秀还是假秀 虽然心里好笑 他还是以极快的速度 将玉盒拿过来 敌兄弟 等等 几乎是在敌酒抓到玉盒的同时 他收到了编局的传音 此刻敌酒的神念 已经穿过玉盒 那种开天辟地的土系灵动气息 被敌酒感应到 敌酒就知道 这是 吸让无疑 无论鞭爵是 为什么叫他且慢 他也不会慢的 这东西 可遇不可求 错过了今天 他去哪里弄 将火焰和宇宙规则 都交给了明驱风 收起吸让后 敌酒才疑惑的 传音给鞭爵 鞭兄 为什么要骂 这东西 关系到我们以后的出路啊 鞭爵叹息一声 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过你放心 就算是那老女人 抢走了你的吸让 我们也会 路上将东西再抢回来 敌酒一皱眉 抢走她的吸让 她的东西这么好抢吗 再说 这里还在山庄呢 那杜平扇 难道一点脸都不要 所有的人 都将目光看向敌酒 甚至还带着一些同情异伟 子墨道友 秀儿打算用石梅 第三步道过 交换你的吸让 如何 满脸新手包子褶皱的老玉 笑淫淫地看着敌酒 语气 还故意带着 一种他自己认为的温柔 让人听了机遇作呕 敌酒里都没有理他 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 还自称秀儿 天下 怎么还有这种恶心的老家伙 子墨道友 你有两个 选择 第一和齐秀儿交易 第二你可以选择和齐秀儿斗法 杜平扇忽然在这个时候 插口 敌酒脸色一沉 正想说话的时候 杜平扇再次说道 我们山庄道义会 还有一条规矩 当超过百万年的老客户 需要第一次来的新人客户东西时 新人客户不得拒绝 新人客户一旦拒绝 就必须去斗法台生死斗法 齐秀儿道友 是我千谈山庄三百万年的老客户了 子墨道友第一次来 所以必须要和齐秀儿道友交易 敌酒有一种和狗讲道理的感觉 居然还有这种奇葩的规定 边角户的站起 杜庄主 我帮我朋友斗法 杜平扇微微一笑 当然可以 你应该知道规矩的 你要代替你朋友斗法 就必须先毁掉一条胳膊 同时封住 两成修为 完全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的 敌酒站起来 止住了边角继续说话 看着杜平扇冷冷说道 你的山庄到现在没有倒闭 不得不说你运气不错 杜平扇冷哼一声 周身道运流转 气势呼的就上来了 你要斗法就斗法 不斗法的话 就交出东西 滚出千谈山庄 我千谈山庄 毅力至今 挑衅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这些挑衅我山庄的人 早已化为尘埃了 杜平扇的声音 冲澈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显然是动了真怒 敌酒肯定 就算是他现在交出东西 连忙叫道 已经惹了龟严 若是再惹上杜平扇 那他们说不定 真的无路可走了 敌酒哈哈一笑 身手虚空一抓 一柄寻常的长刀 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老子今天就不交东西 你能奈你敌太爷怎么样 要打就打 我之前说千谈山庄有运气 不过那运气也到今天为止了 杜平扇 你自己上 还是和这个老妖婆一起上 让你敌太爷看看 能不能拔掉你太爷的一根毫毛 既然一场战斗 免不得 何必再隐瞒自己的姓名 那就打吧 况且敌酒猜测龟严 也没有夸入造化镜 大家都没有夸入造化镜 他敌酒还真不拒 那个什么龟严龟道主 众人都是看呆了 很多人都以为 敌酒最后的选择 应该是和齐秀来一场 纵然输了 或者还有一条命留下来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敌酒眼里 竟然容不得半思尘埃 直接挑衅千谈山庄的庄主了 哈哈哈哈 我杜平扇活到今天 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如此 有种 敢在我千谈山庄 嚣张地给我杀了 杜平扇哈哈一笑 声音中哪里有半点笑意 全部是冰寒的杀鸡 鞭爵几人也是同时 祭出法宝 和敌酒站在一起 显然大家都知道 这一场大战难以避免 敌酒一白手 四位老哥 多谢你们了 不过今天这一架 我不需要你们帮忙 你们帮我掠阵 看我怎么铲平这个破山庄 东西 到手了 敌酒正想大打一场 看看这里面修饰的实力 到底如何 杜平扇要给机会 给他 他何必再客气 敌兄弟 鞭爵 惊讶的要说什么 敌酒一白手 止住了编局的话 编老哥 你们几位相信我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再出手 我现在出手有些重 因为修为不到家 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 说完后 敌酒再次对其余的修饰 说道 各位道友 今天千谈山庄 嚣张到我敌酒的头上来了 所以今天我敌酒要铲平千谈山庄 要和我敌酒作对的 就站在我对面 不愿意设这件事的 请让在一边 敌酒索性豁出去了 这次干脆连自己的名字都爆出来 气势冲天 归言一个和解修饰 凭什么让他敌酒隐姓埋名 他要堂堂正正 用自己的名字 在这一方大陆立威 然后正大光明地 轰碎这里的大阵 不爽的 就找他敌酒来好了 他不惧 说完这句话后 敌酒就感觉到 整个人都是一阵阵的轻松 这一瞬间 他的实力 犹如上升了几个层次一般 一道道肉眼看不见的枷锁 从他深周挣脱 碎脸 敌酒一声长笑 这才是他的道 畏首畏尾 终究是弱了一层气势 若不是之前 得到了地煞72环道 敌酒真有些后悔 躲了闺眼几年时间 给我杀了 杜平扇的声音 愈发低沉 那种杀意 几乎随着他的话语 形成了实质 萦绕在这一方 虚空之中 随着杜平扇的话音落下 四名和戒修士 从虚空胯下 四道色彩各异的法宝光芒 锁住了敌酒的空间范围 奇秀 跟在这四名和戒修士之后 一样寄出了法宝 第1059章 没施展出来的第七刀 杀杀杀杀 四道沙子盗运 喝出 四道沙石领域 彻底裹住了敌酒的空间 然后四件法宝 卷起四道神通 轰向敌酒 恐怖的压抑气息席卷过来 敌酒肯定他从未感受过 这种强度的空间碾压 这种空间碾压 如果再不出手 他就不用出手了 很快就会被这种空间碾压 压死 这四名和戒修士的盗运气息 明显比敌酒之前 见过的和戒更强大 可这四人的斗法经验 敌酒很是鄙视 本来敌酒是打算施展岁月二张机 先破去对方的领域 空间再说 因为对方的斗法经验太差 敌酒甚至连别的动作都懒得做 手中长刀 直接是劈出了岁月三张机 长刀劈下 刀芒瞬息形成波纹 波纹瞬息化为浪涛 到了此刻 敌酒才知道 他的实力提升的有多可怕 原来第一刀和第二刀 还需要刀式回转 借助时间法则 神通 形成连绵刀浪 而现在 只要他愿意 刀浪随时而下 在他出刀的时候 时间和空间 都为他的三张机服 前面三刀 几乎是同时劈下 三刀下去后 刀式浪涛已经轰然而下 就好像绝地宇宙之海 敌酒 清晰地感受到 同样是三刀 自己现在的三刀 比起之前 要强大了几个层次 这才是真正的刀浪滚滚天真服 第四刀 就好像助推技 轰在前面三刀的刀浪之上 在前面汹涌碾压过来的领域碾压之上 咔嚓 四人的领域 还没有融合起来 形成对敌酒的碾压 敌酒的刀势浪涛 就轰碎了四刀领域 四刀领域没有融合之前 对敌酒来说 就是浮云 四人的法宝一顿制 围攻敌酒的四名和戒修士 同样的一顿制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为何联手围攻敌酒一个蝼蚁 会出现这种顿制的情况 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 敌酒能反抗 庄主让他们四个对付敌酒这样一个蝼蚁 不是因为惧怕敌酒的实力有多强 而是要警告其余的人 不要在千谈山庄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不应该说的话 敌酒哪里会让四人反应过来 再联手对他下手 岁月三章机的第五刀已经席卷过来 将近千丈的刀浪轰然而下 那刀浪气势就如亿万宇宙大海奔涌而下 敌酒心里愈加兴奋起来 他现在的第五刀威势 已经超越了之前他施展的第六刀 什么是进步 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扑扑扑扑 刀石浪涛之下 血无炸开 就好像连绵的春雨洒落出去一般 还没有落在地上 就化为了尘埃 敌酒一声长啸 刀石完美的诠释了刀芒九万里 不见半丝尘 对他来说 对付四个人和对付一个人 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 他的岁月三章机 并不是人多就可以对付的 哄 血色的春雨之中 终于传出了一声沉闷的轰鸣 跟着一道人影被轰了出去 敌酒心里暗道 这个骑秀倒也不简单 全部是恶心 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其余四名和解 被他的岁月三章机 第五波刀石斩杀 就他一个人没有被第五刀轰杀 还挡住了一波刀浪 凭借一条胳膊 逃了一条小命 不过他还有第六刀 还有第七刀 骑秀就算是暂时逃了一条小命 最后也是被他收割的下场 刀石浪涛没有结束 毅然连绵的轰鸣传来 周围的防御护阵垮塌 第九的第六刀已经席卷而出 哪怕是已经杀了四名和解修士 第九也没有打算止住自己的三章机 因为那个秀儿巫婆还没有被杀 在他的刀石浪涛之下 这个千坛山庄还没有被轰碎 杜平扇还挡在他的刀石浪涛之前 如此 第九岂能收刀 更重要的是 第九想要知道 他现在到底能出几刀 第七刀是不是已经可以出现了 轰轰轰 第九的第六波刀石浪涛竟然被挡住了 不过下一刻整个千坛山庄都开始垮他 杜平扇挡住了第九的第六波刀石浪涛 却无法挡住第九的刀石浪涛外围扩散 这一刻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寄出法宝 阻拦第九刀石浪涛的余波 敌道友 助手 请助手 杜平川的声音充满了惊骇 甚至有一些惊恐的意味在其中 这是什么人啊 这又是什么神通 空间和时间融合的如此完美 他肯定就算是归岩来 这里也不能比第九更强了 第九助手了 他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轰出第七刀 他有一种直觉 他要轰出第七刀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且他轰出第七刀后 他恐怕掌控不了第七刀 这才是他助手的真正原因 一旦他轰出第七刀 杜平扇能不能挡住 他不知道 但是他肯定 这里绝大部分人都会受到攻击 敌九只是和杜平扇有仇 若是攻击了所有的人 他的对手将更多了 这不是敌九需要的 一旦第七刀杀不掉杜平扇 那他的气势就减弱 加上得罪的人更多 最后怕是要轮到他被杜平扇杀了 大神通的生死之间的确只有一线而已 而且敌九在轰出第六刀后 心里更是清楚 他的岁月三张机还是有缺陷 这种缺陷 一个是不能控制住空间和时间的瞬息方位 否则的话他第七刀必杀杜平扇 第二个缺陷敌九自己都不敢相信 因为第七刀的攻击对象 竟然还包括了他自己 他轰出第七刀后 刀势浪涛将会淹没整个千坛山庄 包括他自己在内 一个神通连自己都攻击 这不是缺陷 甚至让敌九有些担忧了 敌兄弟 我这次总算是明白 你之前话的意思了 你是发起火来 真的控制不住啊 编决心里震撼的同时 也是打趣的说了一句 刚才敌九的第六刀轰出来 他就阻拦了一下 要不然的话 他会受伤 他震撼的同时 心里是激动不已 敌九越强 那他们的底牌就越强 以敌九这种实力 龟岩怕也不过如此罢了 不但是他 这里所有的人 都受到了敌九第六刀刀士浪涛的攻击 敌九是身在局中 在他刀士浪涛外面的修饰看来 无边无际的刀士浪涛越勇越高 而且世面八方 呈现立体攻击 让人惊惧 如果敌九的刀士浪涛再来一波 恐怕他们都会被淹没进去 这种神通 人再多也不惧啊 难怪敌九 根本就没有将千坛山庄看在眼里 人家的实力 有必要将千坛山庄看在眼里 敌九的目光 落在断去一条胳膊的齐秀身上 老太婆 你运气不错呀 居然挡住了我的刀士 要不要我再给你一刀 不然的话 你又要在你太爷面前过走 敌师兄 秀儿不敢 秀儿之前冒犯虎威 还请敌师兄见谅 齐秀儿 连看都不敢看敌九一眼 对敌九是恭声道歉 他是真的怕了 这个新人生猛的简直不像话 敌道友 杜平善咽下溺血 声音干涩的叫了一句 他现在肯定 敌九不是这一方宇宙世界的 这种战斗经验和神通气势 绝对不是这一方宇宙可以养成的 那种一往无前的杀士和刀士浪涛 必定实在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战斗下才能养成 混沌大陆到处都是修炼资源 谁有这种危机经历 第1060章杜平善的赔偿 敌九根本就没有理睬杜平善 反而对其余被他第六刀波及的修士抱拳说道 各位道友 敌某因为修为有限 有时候收不住自己的刀士 波及到了各位道友 还请见谅 若是敌九之前没有对编爵说 他出手可能会波及编爵等人 那现在敌九的话绝对会被当成最大的装逼 好在敌九有话在先 况且刚才敌九说不住神通的时候 他的几个朋友包括编爵在内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此刻敌九主动道歉 众人连忙都是赶紧抱拳说道 不敢不敢 敌道友神通盖世 实在是让我等叹为观止 这些人也算是看清楚了 杜平善根本就不是敌九的对手 而且相差甚远 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也看明白了敌九的神通 那根本就不惧群战啊 敌九这样一个狠人 谁愿意得罪 没看见教训了齐秀 这个凶女人 斩妻一臂后 这个凶女人还得恭声道歉吗 和众人招呼过 敌九 这才上前两步 走到了杜平善前方 杖许所在 杜庄主 我之前说要毁掉你的这个垃圾 庄子 现在不小心真的毁掉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杜平善心里愤怒 奈何 实力不如敌九 只好抱拳说道 杜某不知人外有人 妄自设定规矩 冒犯了敌道友 这件事是杜某有错 再先 敌道友气怒之下 失手毁掉庄子 也是情理之中 敌九呵呵一笑 我可不是失手 我是故意毁掉的 你杜平善要面子 老子偏偏不给 你能奈我何 杜平善吸了口气 他很想再次寄出法宝 和敌九拼了 可是他知道不能这样做 敌九的实力 比他要强得多 他敢寄出法宝 恐怕真的会陨落在这里 最可怕的是 敌九似乎不惧群战 就算他逃 能逃到哪里去 况且敌九敢这样 和他说话 恐怕就不惧他逃了 敌道友尽管说明话吧 我杜平善 如果承受得住 那就承受 杜平善好歹也是一方霸主 千谈山庄的主人 如果再低声下气的话 他还要不要脸了 所以后面半句话 他没有说出口 其意思 大家都明白 那就是 若承受不住 大家与死网破而已 敌九语气转冷说道 刚才我出手消耗很大 我可不比杜庄主财大气粗 杜平善反而是松了口气 要赔偿罢了 他一张手 一枚戒指 出现在他手中 将戒指递给敌九的时候说道 敌道友 这戒指中有一些东西 道友看看如何 敌九抓过戒指 神念瞬息扫了进去 当敌九看见戒指中的东西时 顿时大喜 第三部道果有净千枚 而且这些第三部道果 全部是顶级的珍贵道果 要知道他身上才十几枚不像样的第三部道果 除了第三部道果之外 还有两条神髓脉 这是好东西啊 神髓脉是宇宙神髓形成 修炼的用途远胜于极品神灵脉 而极品神灵脉在外界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至于神髓脉 最重要的是那一节开天铁木 敌九现在没有好的法宝 天梭刀留在了混沌宇宙之中 这一节开天铁木足以让他凝练出一柄刀器 看在杜庄主的成心上 这件事就此作罢 鞭凶我们走吧 敌九收起戒指 看见敌九没有要再多的东西 陆平扇总算是松了口气 送给敌九的东西虽然珍贵 对他来说也不算伤筋动骨 他最担心的是 敌九向他要五行珠 或者是顶级的开天宝物 好在敌九没有见过世面 不知道这些东西 敌兄 没想到你如此强大 恐怕龟炎都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一离开千坛山庄 陈炎就激动的说道 之前他们以为敌九是他们几人中最弱的 没想到 敌九现在反而是他们几人中最强的一个 敌九笑了笑 是不是龟炎的对手 要打过才知道 我之前一直以为龟炎跨入造化镜了 现在我肯定龟炎没有跨入造化镜 既然龟炎没有跨入造化镜 那我们的胜算就更大 敌兄弟 你将你的计划说出来吧 我们一起出力 鞭角此刻也是信心大增 之前他虽然四处出现 却一直是躲着龟炎的 现在有了敌九 恐怕他再也不需要四处躲着龟炎 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各处 敌九随手打出了一道镜子 看着其余四人说道 我打算打破这一方大陆的护镇 敌兄 四人都被敌九的话惊住 敌九 这是要上天吗 打破这里的护镇 要知道 这里的混沌气息 完全是护镇束缚住的 混沌大陆这么多强者 为什么留在这里修炼 除了极少数想要离开没有猎道令之外 大多数修士 都是因为这里的混沌之气 不愿意离开的 若是敌九真的打破了这里的护镇 那敌九将成为众目的对象 敌九实力再强 也会被撕裂成为碎渣 敌兄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一旦混沌大陆的修士 无处可去 他们唯一的路就是 围杀你 那个时候 恐怕真的是 没有退路了 况且 混沌大陆的混沌之气留在这里 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啊 编决的声音很冷静 他不知道敌九为什么要做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敌九语气变得凝重 你们应该知道 我来自混沌门之外 事实上混沌门之外 和混沌门之内加在一起 才能算是真正的五行宇宙 这我隐约知道一些 编决点点头 敌九继续说道 我离开过五行宇宙 敌兄 你离开过五行宇宙 忽目记震惊出声 其余几人虽然没有出声 却都是激动的看着敌九 哪怕他们修炼到了和界境 想要离开宇宙 那依然是艰难无比 你不会是通过造化之门离开的吧 听说进入造化之门后 是无法再回来的 编决疑惑的看着敌九 敌九说道 不是 我是从宇宙梯离开的 我因为离开了五行宇宙 才知道 五行宇宙在浩瀚混沌之中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不仅如此 五行宇宙的修饰 别的宇宙修饰比起来 终是差了一截 我在知道混沌门之后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五行宇宙的混沌气息 全部被禁锢在了这一方混沌大陆 这造成了五行宇宙修饰 修炼艰难 所以你要将混沌气息 散移到整个宇宙 雷洛之微微有些皱眉 他虽然和边爵是朋友 却并没有肯定 要离开这一方混沌大陆 敌九点点头 并没有任何隐瞒 五行宇宙 不仅仅是混沌气息缺失 同样的 还缺失宇宙规则 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并不全 被混沌门一分为二 所以在五行宇宙修炼 无论是混沌门之内 还是混沌门之外 都是没有办法跨入造化镜的 在混沌门之内的修饰 唯一的优势就是 可以轻松修炼到和解镜 而混沌门之外的修饰 连跨入第三步也是艰难 而完善五行宇宙规则的唯一办法 就是打破混沌门 你说的是真的 别人觉得眼睛亮了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 为什么没有跨入造化镜的原因 若敌九说的是真的 哪怕是破了这条命不要 不仅仅是编角 尘延 忽目济 和雷洛之三人一样的呼吸急促了 起来 他们都是和借镜 同样是卡在这里 无法再进一步 若敌九说的是真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有机会跨入造化镜